说起雅买加吉利队 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博尔特坐镇的第四棒 似乎人们都不担心 前三棒是否领先 只要有博尔特坐镇的第四棒 总能扭转乾坤 而雅买加女子吉利战队 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虽然也有弗雷泽 汤普森这样的高手坐镇 但是从08年以来 雅买加女子军团和美国都是各具先球 2016年里面奥运会 雅买加女子军团前三棒莫后太多了 虽然弗雷泽在后手展现出了超强的胜利能力 但是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但是2019年伦敦战争联赛的一场比赛 这次的弗雷泽展现出了极强的胜利能力 他能赢得这一枪比赛冠军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